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中国在科技发展中的野心 特别是市场导向的风险投资资金的重要性 尽管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规模庞大 但近年来所谓的市场资金逐渐退场 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资金 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上最强大的玩家 优先吸引投资流入他们的地区 而不仅仅关注财务回报 然而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中国重回计划经济式的投资模式 这与风险投资的初衷相悖 中国需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导向风险投资市场 以实现更大的创新驱动技术和经济增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宏大愿景 及其在市场化风投资金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文章来源于南华早报 作者是资深记者周新 文章发布于2024年6月25日 接下来 我们将详细复述文章的内容 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在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领域 两份广为流传的文件成为讨论的焦点 一份是国务院于6月19日发布的 促进风险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措施 另一份则源于一位中国风险投资老兵的争议性演讲 他质疑中国初级投资市场的衰退 国务院的这份17条政策文件 旨在通过市场导向的手段 帮助大陆的风险投资行业变得更大更强 并将资金引导到关键领域 这些措施突出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当局重视风险投资市场是有道理的 通过加倍努力推动以技术为驱动力的发展模式 北京试图避免前苏联在追求 科技进步时盲目忽视市场的错误 中国希望培育风险投资市场 因为它在为有前途的初创企业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规模庞大 但CEC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枉然指出了该领域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在过去的几年里 所谓的市场资金退却被政府资金所取代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意味着 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市场中最强大的参与者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地方政府的资金取代了私人风险资本的融资 与关注财务回报的普通投资者不同 地方政府更注重吸引投资流入其地区 更复杂的是 地方政府的风险规避政策 与风险投资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场演讲引发了争议 因为许多地方政府认为 他们在风险投资市场中的角色 既必要又可取 他们认为 与目光短浅 渴望利润的私人投资者相比 地方政府的资金更适合作为耐心资本 专注于培育新质量生产力 因此 由地方政府控制的母基金 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例如 江苏省政府在周末设立了一个500亿元人民币 约合69亿美元的母基金 该基金将用于各种当地发展项目的专门基金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宣扬他们的风险投资成绩 例如 南方科技中心深圳的福田区表示 其指导基金和各种附属基金 帮助发展了122家独角兽企业 及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 这种政府基金的增长正值市场资金 如美元基金退出之际 尽管美国投资者帮助建立了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现在发现自己在该国迅速失去影响力 这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导致了经济分裂 尽管华盛顿使美国风险资本家更难将资金投入 中国科技初创企业 美国基金现在也发现 由于公开上市渠道减少 变现更加困难 尽管政府风险 投资基金中存在重复 低效和浪费的情况 但他们在培育国家的硬科技繁荣方面的努力不可忽视 地方政府基金之间的竞争也未必是坏事 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可能是必要的 以发掘国内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 尽管如此 大陆私人风险投资减少的风险不容忽视 如果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风险投资来源 这可能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模式 最终 中国需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化风险投资市场 以实现其更大的创新驱动技术和经济增长愿景 通过详细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在风险投资市场中的角色正逐渐增强 首先 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与中国政府一贯的计划经济思维有一定的延续性 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 希望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然而 这种方式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市场化风险投资的核心在于高效配置资源 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 然而 政府主导的投资 往往会因为缺乏竞争和市场反馈机制 而导致效率低下 甚至可能滋生腐败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地方政府投资的增加 可能会导致投资决策的短期化 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 造成资源的重复投入 和区域间的无效竞争 这不仅不利于全国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可能对全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造成负面影响 从全球视角来看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限制 使得中国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内资金 然而缺乏国际资本的介入 可能会导致中国科技企业 失去一部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资源 总结来看 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 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政府的积极介入 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缓解资金困境 推动科技项目的发展 但从长远来看 只有通过培育一个市场化 竞争性的风险投资环境 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科技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讨论 能为您提供有价值的视角 和深入的思考 请继续关注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